如果說我的女婿 或者是大嬸 然後他都是我親戚 然後我也提出說 他是我撫養的 這是OK的嗎 可以啊 請問他有沒有所得呢 有所得跟沒所得 有所得的話 他就變成你的所得稅裡面會增加 你的所得總額會增加 對 所以雖然被你撫養 你有免稅了 但是不要忘記了 他的所得也會變你的所得 你的所得增加了嘛 所以剛剛我們要節稅的前期 所得額一定要怎麼樣 下價 免稅額要怎麼樣 增加 這是一個悄悄版的說話 不是通通納入你家裡 結果他們都有所得 但你所得而增加 沒有用嘛 那所以是說我的親戚 如果他現在是沒有工作的 然後其實真的是我在撫養的 事實的話 我就可以截到這個 是 對 個人的那個免稅額的部分 不過我們現在報稅 是不是急劇 今年有一點調整 有的啊 過去裡面是六七八九十 現在改過了 什麼叫六年最少是 以前是六個人 第二級去七的話 六加七的話 十三person 現在變了喔 現在變成 從五趴開始了 今年就已經全部變成五個person 六趴降一趴 對 五個person 所以五呢 第二階的話 是到底是個十二趴 十二趴 十二趴 第三階的話 就等於八 所以就等於七 八 十十了 所以大家都用這個嗎 可是我記得好像 本來就用這個啊 沒有 我記得以前 好像在早幾年的時候 我們報稅 我不知道我記憶有沒有錯 是 藝人的報稅的稅率 就是比一般所得要高 對 現在還是吧 現在還是 如果跟大家說明一下 藝人呢是基本上所謂的 那執行業務所得呢 那執行業務所得呢 是扣掉你的必要費用 所以現今年來看呢 是所有的所得裡面 真正不是那個叫 所有的所得 你已經所有的費用扣掉 扣多少呢 就扣你的這個 真正要算你的所得 乘以百分之四十五 我舉個例子 今年去年度 我賺了一百萬 對 我真的要交稅的 額度是多少呢 五十五萬 四十五萬 其實不是只有藝人啦 只要大家 如果是執行業務所得 就是用這種公式 對 但執行業務所得 有特定的職業 特別的身份啊 譬如說代書啦 律師啦 醫師啦 就這種專門技術人才 不是薪資所得的 好 不是薪資所得的 那才有變成 執行業務所得裡面來報 對 就是說 他在執行業務所得 那一欄裡面 你的當年度的所得 郭仁豪的所得 是一百萬 那後面他有一個 可以扣除百分之五十五% 所以後面實質所得 就變成四十五萬 然後再從實質那邊來給加 包括你的演講會 包括你所有的 中國所得的費用 再點加下來 給你的淨所得 就只有真正四十五萬 剛剛我們薪資所得 是可以扣到免稅額 一邊一般的扣除 特別扣除 可以列嘛 但是就藝人的執行業務所得 他就把你 龍種都把它通通算出去了 就等於減掉百分之五十五了 你的所得 進而就只剩下百分之四十五 好厲害喔 對 懂了 好嗨喔 對 那剛剛我們在講到的是 扶養親屬的這個部分 對 一般來講你的岳父岳母都可以 你的爸爸媽媽都可以 你的親戚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兄弟很多 對 如果兩個人一起抱的話 先抱的生意 我懂 抱扶養是吧 爸媽只能一個人抱 對… 岳父岳母也是一樣啊 可能你跟你的兄弟在爭啊 所以要猜拳 對 那最好就事先講好 沒有…事先講好 誰的稅率高 就給誰抱 對 比較有利 那這樣的話呢 你甚至來 拿一點錢 請你的兄弟姐妹 是一頓還划算 那請問一下雲琦 這個一般來講 這種申報撫養 那 有申報跟沒有申報差很多 對 我們可以舉很實際的例子來看 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現在很多老人家說 到每年一通電話 最熱門的時間 就是在報稅前 對 因為這個時候才會打電話回去問 對 媽媽有沒有人 對 有沒有人在申報你 對 所以大家其實平常就要問候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撫養的部分喔 我們舉例 紀小晴跟何曉雯喔 是 我們以婚的紀小晴來看的話 她撫養人數 因為有了個老公嘛 加兩個小孩 加上她自己是四個 那剛剛有提到免稅額是八萬二 所以我們免稅額乘以四個人 她免稅總共有三十二萬八 對 所以我們是同樣以她的所得 跟兩個所得 都是一百萬來看喔 兩個所得是一樣喔 賺一樣的錢 一年是賺一樣的錢 都賺一百萬 那第二個我們看何曉雯 只有自己一個人 所以她的免稅只有她自己 就只有八萬二 我們看最後那一欄 她們兩個的 有沒有差很多 她繳的稅差很多 對 紀小晴只要繳兩萬七千四 但是曉雯卻要繳六萬六千零四十 對 所以在沒有撫養親屬的情況之下 你要繳更多的稅 對 這就是說你為什麼說 要去找很多很多的親戚朋友 來當你的符碼親屬 對 這樣子我懂了 可是啊 可是如果親戚是有收入端的 剛剛所講的那個 要加進去 一定要抓好 因為一定會加進來 如果你不小心 你反而把你的稅 那個級距又墊高 把他繳更多的稅 不過剛剛有特別一個注意 剛剛不是說到 過年這個 這個報稅期間的時候 都會找爸爸媽媽嗎 對 很怕一件事喔 有個爸爸媽媽不能亂找 哪一種不能亂找 不能亂找 他去年度退休的爸爸媽媽 喔 他有退休金 去年度退休的爸爸媽媽 因為他的退休金 半數以上是要瞌睡的 你以為領了這個免稅 半數一加就能百分之四十 那你這種爸爸媽媽不能找的啊 那領完退休金的第三年 可以到嗎 那以後 領的當年度的時候 因為你領的那個 退休金裡面 是要涉算稅的喔 對 所以特別記得 不要見到爸爸媽媽 就叫回來喔 那如果爸爸媽媽的退休金 是一年一年領的那種 那有一定的額度 一定的額度免稅 所以要計算清楚 所以要特別記得這件事情 好 了解 那接下來是 結稅魔法的第二招 是 類舉扣除額 請問一下邱總 什麼叫做類舉扣除額 是啊 剛剛我們的叫做 所謂的免稅額嘛 對 因為你是扣除額呢 還有所謂的 標準扣除額啦 剛剛我們說到 要免稅額怎麼樣 越高越好囉 對 扣除額怎麼樣 要越高越好嘛 可是你的類舉的東西 不多的時候 你就用標準的 標準的時候 假設你單身的話 你的這種的扣除額呢 單身的話 是可以減掉七萬六的 是 你是這個結婚的話 這個夫妻的話 你就十五萬二 但是你發現不對不對 我覺得我其他費用很高 我應該用列舉的比較划算 所以聽邱總這樣子講呢 其實列舉的項目就很重要囉 很重要 所謂結稅就說 看你會不會列嘛 對 而且呢要在合法 而且有力的 列在刀口上 才能真正省到錢 沒有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小柔的 好的 小柔你在報稅的時候 你的列舉項目 我的列舉項目是保險 對 然後捐贈嘛 就是我們每年會捐贈一些 給一些慈善機構 這個捐贈是有單據的嗎 對 一定要有單據收據 一定要有單據 好 然後還有國外採購衣服 對 就是因為我們藝人有那種製裝費 對 就是我們自己的成本的費用 對 然後這就可以列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大概 如果這半年內的話 我大概是花這樣子的錢 然後總共是這樣子 總之數45萬 對差不多45萬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可抵扣稅額的總額是 蛤 7萬4 7萬4 怎麼這麼少 怎麼會這麼少 欸我如果找我爸爸 爸爸就有8萬2 再加上7萬4 對不對 還不如我好好撫養父母 對怎麼會這樣子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再一一來檢查 問題出在哪裡 那現在來看一下人好的列舉項目 好的 今年因為有小孩有保險 對 保險增加了 保險然後還有我老婆的坐月子 坐月子可以報 我不知道 醫療 醫療吧 醫療支出 然後 虧我都沒報耶 對我以前沒報 然後還有幼兒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有股票的 幼兒指什麼 就是幼兒指 保姆費嗎 保姆費啊 然後還有一些 保姆費太棒 我不知道 保姆費有單區嗎 我就先列舉出來 我也想要請教一下專家 是不是可能 是 然後還有呢 就是股票的那個交易的損失 因為之前有說過 好像有 如果你有投資的話 股票交易損失 你後面少寫個0吧 你不要這樣 最近 最近 憲哥跟你認識久以後 賠得比較少 有在做附件 然後呢可以扣多少 他可以扣很多耶 我很怕扣很少 因為他花這麼多 今天就放很算 40幾萬算 哇 太少了啦 哇 心情超好喔 49000 這怎麼回事啊 而且你比小柔還少 這怎麼回事 我覺得你爸媽得多幾個才吃 幫我心情好多了啦 那你沒辦法 真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厲害的家文 沒有啦就是 我的部分比較特別有一個是醫療 因為我去年生病嘛 所以就會有比較多醫療的那個部分 對 然後捐贈啊 我一年大概如果我自己大概5萬 而且我後來才學到一個小技巧 因為我們自己有申請公司嘛 你要用你的本名 不能用公司 對 要用本名捐贈 用個人的名義 要用個人的名義 才能夠扣個人的 然後交通費就是一些 比如說出國啊 機票啊 然後高鐵啊 這些 就是交通費我就會打桶編這樣子 然後衣服才買 我都是 我跟柔不一樣 我都是在台灣買比較多 是 就是 就這幾年都在台灣嘛 所以也就是打桶編 所以總支出大概是49.4萬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可抵扣的稅額是多少 可抵扣的稅額是 啊 好強喔 為什麼我們差那麼多 因為我有學習啊 我有看節目喔 欸 可是 我覺得家文跟小柔的差不多 因為他們其實列舉的項目很像 所以我剛才 我剛才覺得好奇怪 我們一樣都買衣服 是 為什麼 而且也買差不多 為什麼 保險跟這個啦 保險也差不多啊 對 可是也未免差太多了吧 捐贈也是5萬 而且我們花的錢其實也差不多 是 秋董 請問一下 同樣是衣服的採購 那都是20萬 為什麼是家文的可以 為什麼小柔的不可以 對 列舉項目啊 這樣對一般人來講 列舉的話要注意哪一些 特別要注意的 一般這所謂的扣除額裡面 用列舉的話 大概有6大類可以做的 第一個 保險可以做的 可是很遺憾的 保險一個人2萬4 算能投 對 保險2萬4 你買再多都2萬4 2萬4 一個人 可以看到你的保險20萬 對不對 所以你只有可以扣除了2萬4 第二個捐贈 捐贈這個小柔你這邊有 對 捐贈的部分原則上是你所有的 所得裡面的最高捐贈額裡面 百分之20 什麼意思 不能超過百分之20 我舉例 小柔你去年度裡面 假設你現在是賺了100萬 對 你賺了100萬 對 那意味著一件事情 你捐出去30萬 對 那佔了多少 30 30嘛 對不對 超過百分之20啦 所以呢你這列舉扣除了 所以就所有的所得裡面的 百分之20 最高 最高上限就是28 對 但是有例外 有例外 天啊 這些你常常忽略的支出 竟然都可以抵扣稅 基本上醫療費用呢 因為你只要有列舉的話 你只要哪得出單據的 通通沒有上限 另外一個 買房子裡面有所謂的 30萬的利息所得 是可以列舉出來的 對 還有一個東西大家忘了報 對 對